那么从明天开始呢 包含了明后两天的扁案呢 陈水扁都要再度的是上法院 陈水扁的委任律师 在下午前往台北看守所的时候 先替陈水扁提出抗告 比较特别的是 这本抗告书上头是一万五千个字 这全部是陈水扁自己亲手写的 至于在明天的诉讼策略的部分呢 律师表示将会继续的来勘验光碟 特别是针对李建木遭到检方恐吓的部分 赶在连续两天开庭之前 律师1010再度探视陈水扁 除了商讨诉讼策略之外 还要替当事人再一次提出抗告 而且特别的是 这本厚达四十八页 总共一万五千字的抗告书 全是陈水扁一字一句手写完成的 一一的引经祭典 这个依据在什么地方 一一都把它提累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还有包括他鸡押 没有鸡押的理由 为什么没有鸡押理由 他的一一的这个提出 然后对于这个何毅庭的 所谓的裁定的一一一博弑 人在看守所里 陈水扁再度发挥律师本色 不但亲手撰写抗告书 还使用附写纸提供给律师参考 据接下来的诉论策略 律师表示 讲法目标对准李建木的征讯光碟 出现瑕疵 检察官曾经恐吓李建木说你不讲 或者说你不自白 不配合的话 那他就会发动这个国税级 这个税监机关查他的税 还有包括他要去查扣他的财产 这种情形都有 十一里建木遭到特征组恐吓才会认罪 律师团已经和陈水扁达成共识 接连两天的开庭将再次攻击 检方征讯内容的证据能力 是否有效